近日,一位60岁阿婆在银行存钱,其女儿怒骂银行经理的视频被网友纷纷转发,阿婆去银行办理存款5万元,她女儿发现,这5万元竟然全部在银行买了保险。 明明是去银行存钱,结果变成买了保险,其实,这不是个案,在这里,存款变理财或保险的事常常发生,理财是银行非常重要的一项收入,前段时间不是还闹过,上海普发银行员工罢工吗? 也主要是因为,银行的理财收入大幅减少,给员工降薪而导致,每家银行都有自己的理财产品,银行还和保险公司合作,卖保险赚取用金,银行为了增加收入,向储户推销各种理财产品和保险。 许多人在办理存款时,没有仔细看银行那几页繁杂的签单,而匆匆签了名,过了很久才发现,自己并没有存钱,而是买了一堆理财产品或保险,特别是老年人。 他们去存钱,银行职员会对他们说,办理理财的收益比存钱高很多,在银行的忽悠下,许多老人原本是去银行存钱,结果变成了去银行买保险。 网友纷纷吐槽,一,那年我老婆去银行办理存三年定期,银行职员对他说,现在存款可以送保险。 两个月后我发现,银行给买了五年理财保险,并没有存款,我找银行,银行说退保要去保险公司,银行不管这些,到了保险公司,他们说可以退,但是要扣违约金。 二,我也曾遇到过,当时银行职员让我办理了分红形式的存款,我不太懂,在他们的引导下,填单签名了,我回家后感觉不太对,详细了解后才明白,银行职员所说的分红形式存款,其实就是保险。 三,我爸也是,去银行存定期,结果被忽悠买了保险。 四,我妈也碰到过一次,我说要打银监电话投诉,后来退给我妈了。 五,这难道不算诈骗吗?